第三十题 如右图所示是一个光的色散现象示意图 我们知道白光进入三菱镜之后 由于红光在玻璃中速率较快 纸光在玻璃中速率较慢 故产生不同的折射角度 今天小明守着绿光雷射笔尝试此实验 请问他可以看见色散现象吗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与理由 正是老师上课提示过雷射光的特性 叫做光射单纯 因此经过三菱镜不会产生色散现象 所以三十题问我们说 请选出正确的答案与理由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不可以 因为绿光雷射是单色光 无法射散出其他色光